今天是陽光普照的日子 雖然理論上應該不用像VV這樣穿發熱衣 這個是暗藏機關 但是我想高雄有一個熱情 這個是這一座城市為什麼那麼吸引人的一個地方 我相信王董事長應該跟我一樣都會有很深厚的感受 因為我都在這裡很好 銀威科技他從過去在做這個SYCIF 全球的第三大的一個廠商 現在跨途到包括整個在全球前20大的半導力廠商裡面的 CPU GPU GPU等等很多的這些半導力的大廠 其實在測試資金的這個部分都是我們銀威的客戶 所以呢我跳到結論 1月20號呢 銀威要重新退轉上市 那2019年的EPS是49塊 2020年的銀收是29塊 那所以1月20號會怎麼樣 大家自己有實在想也知道 那這個探討頁威 探討高雄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說 投資高雄有限 因為現在要找那麼好的區塊 跟那麼好的投資的環境 絕無盡的 剩下高雄 包括喬鋒科學園區 以及我們加工廠國區 即將在規劃的第三次的加工廠國區 同步園區的一個新建 那這個將會讓我們在這幾年 尤其在中美防衛營競爭 跟武漢肺炎之末 這個整個工業鏈的重組 跟網鏈的這個需求 會越來越強勁 所以島租歌詠這樣流行 這個是印證了說 有一群人那麼辛苦的在高雄這樣 腳踏實地的打命 然後在未來的五年十年 將會在整個我們的科技產業 尤其是在半導力產業 包括八卦八年 所以我也要有兩件事情跟大家報告 我剛剛一進來 黃仁谷處長就跟我講說 他在數環口剩下兩年 他把他人生最精彩的歲月 奉獻給我們家工廠國區 所以我深深一群光 感謝我的黃處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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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代表我們的業界 也代表私人會 感謝黃處長 積極認識 解決我們的很多廠商投資的一些問題 我剛才他就比較不大部分 動政工廠的老房就這樣 我還要講一下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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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的法規 他能夠突破法規 然後讓我們家工廠國區的業界廠商 跟台灣的能源產業發展 來 來 表私人家 第二 就是說 我們家工廠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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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在做什麼 在做鳳梨 或是在做什麼 或是在做樓 或是在做樓市 都說沒有啦 我們那些都高科資大廠 你不會啦 知識月光 發財 這都大廠的 這樣 這樣 那在家工廠國區 所以呢 要感謝我們 劉四方委員代理官的修 我們概念 他名不其實一點 那我們的政治用語叫做 政府 不是說 國家政府 家工廠國區 叫政府 應該是要 立刻的 能夠 要派過我們競技部支持 應該是 科技產業延續 高雄科技產業延續 然後 讓我們的 這個名稱 跟我們實際 現在整個突破發展的 販擾體面 能夠 零無幾十 啊 那第三個呢 不帶一點 二點一讓 就是 第三級的產業居合 開發一定要加速 因為 現在的 這個 在很多的 不管是先進製程 或者是在 運用服務其實 他的需求 跟過去的這種 傳統的製造業的思維 就不一樣 蔡英文總統跟 蘇貞昌院長 跟我們 經濟部 我們原來的 審部長 還有林次長 林辰任次長 就規劃在 包括整個 都市計畫的 一個變更的 這個 因為那個無人工廠 他的容金 就應該給他 滑上 增加 讓我們廠商的用力 可以 更靈活的 這個空間 所以呢 不管是第三產業園區的 一個開發 或者是 我們現在園區 剛好在做一些 這個空間上的一些整理 他也因為 黃處長的努力 這個地方 我們待會兒 就可以很順利 就開了 那還有其他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都還有很多 努力的空間 我們會 跟 加工出口區 未來的 科技廠業園區合作 然後來加速 整個 在我們園區的一個興建 讓它的規模 能夠更大 同時 規模大 那如果人家比較不好 那要放大 就直接幾年 所以 加快 加速 讓我們每個人 在廠商 在補缺的問題 都順便解決 那 我們在這裡一定的 跟我們電影公會的 周理市長 報告 還有我們所有業界的 要投資 合作 所以 經濟部 民權人次長 當時他們弄了一個 投資台灣事務所 我們弄了一個 投資高雄事務所 道理很簡單 接地基 外商 或者是台商 回台投資 就接到你們台灣 投資台灣事務所 那接到 落地 在地方 那就是我們高雄的 事務所 然後 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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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 我們要投資 進發局 我們也非常的穩定 第二個呢 往下扎根 往上 臺灣 那對我們 那對我們 是最大的 相當 來 感謝 市長 來 建設 然後 協助 整個產業的 發展 那最後還是要 恭喜 黃 董事長 這個 這個 產業 一杯充電 這個 在整個 國際 半導體產業的 這個 供應鏈的 這個產業的過程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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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立 所以 恭喜 發展 拿出我們 這個產業 都能夠順利 在 未來的競爭 裡面 一同 很長 想為世界領域 謝謝大家 鼎威 是在 2001年 成立的 那今年 2021年 快要 將近 120年 那我本人 是1991年 搬到高雄來 那時候的工作 也是在這邊 在籃子加工區 就是在瑞光集團 剛剛 周理事長 有講 我們之前 也是同事 那 我想 在 尹威 在高雄這邊 深耕 一二十年 其實 我們的產品 當初也是因為 我在瑞光集團 的一個 機運 所以對於整個 半導體的測試 尤其最關鍵的 這種測試界面的話 大概能夠掌握到 一些關鍵的 一些材料 還有 了解到環境技術 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成立了第二年 我們就開始做國際的生意 我想 在這整個台灣 這二三十年來 我想半導體產業 真的是台灣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產業 從我們的一個源頭 很多的設計公司 還有金圓廠 像台積電 那封測就是 月光集團 在這整個的一個 產業結構上面的話 全世界真的找不到 像台灣 這麼小的一個小島 然後半導體產業 這麼完整 那尹威呢 所扮演的角色 真的是我們講的 真的是一個小小的螺絲品 可是呢 講到測試 我剛剛聽到 理會長官 對於半導體的 這個整個產業面 真的還蠻熟悉的 其實測試呢 大家 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 工業或是法人 解說 很多人真的是 聽得沒有懂 其實總共 我想 最關鍵的 很多的測試 的一個環境 設備大家幾乎都用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測試界面 那在尹威呢 在2001年成立之前 幾乎台灣找不到 一個可以提供 這種測試界面 相關技術產品 然後能夠給這些封測廠 或是晶圓廠 能夠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 因為那時候 很多的幾乎都是 全世界的半導體大廠 都在國外 那這些大廠呢 幾乎都是從國外的廠商 然後訂購 然後呢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寄附在 我們這些 晶圓廠 封測廠 可是那時候呢 就是遇到問題 都需要 跟國外的廠商求救 那真的是很痛苦的 那我想很多的這些 我們今天像 日月光集團 我想 我們尹威在 高雄這邊 落地 那今天也在這邊生根 那我想 這個二廠的成立 我們現在 好像又有客戶很急 或者說 問我們三廠什麼時候開始 我想 在這整個的一個 產業鏈上面 尹威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協助我們台灣 這整個的一個 從晶圓廠 封測廠 因為我們的客戶 是一個全球性的 我們在 國外的客戶 產品開發的時候 我們幾乎在比他們 兩三年前 我們就必須要 提供我們的一個 最佳的一個 決定方案 所以他們產品 在台灣這邊 量產的時候 就能夠協助台灣的 這些相關的產業 能夠 我們尹威 全世界真的是 只有我們尹威能夠 貼近 這樣子的 做好這種在地服務 免除了 像一二十年前的話 很多都不需要 一絲歪張 那這些痛苦的經驗的話 我想 因為在這幾年來 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是一個 很關鍵很關鍵 那再往後幾年 學著我們的 新廠的 一個 建立 我們的整個這個 技術 產能 就是 怎麼樣的 能夠在地化 那創造 也幫高雄市 創造更好的一個 就業環境 那提供了一個 員工 不管是 我想在一個 高校冷的政府的協助 我想在這整個的一個 招商 或者是後面 很多的廠商的進駐 我想都會讓高雄市 更蓬勃發展 那在此也真的 今天借這個機會 謝謝各位長官的利益 那也祝福各位 身體健康 文化主義 謝謝 謝謝 動土儀式開始 第一產 動土順利 第二產 開鍋平安 第三產 事業昌龍 請動 好的 我們要請長官 貴賓 將金產 插放在我們的 沙櫃上 好 也請我們的 李生來協助 收我們的 工程帽 以及還有我們的 手套 那待會呢 我們請長官貴賓 留步 我們的李生 會再次的引導 到我們 就在正貨方 我們的 補牌的配板 來做合影留念 我想我們 因為 在高雄 也深耕 將近二十年 那很多的一些 廠商的擴充 也是因為我們這些 世界級的客戶 一再的要求我們 尤其這幾年呢 我們看到台灣的 整個的一個半導地產業 從晶圓 公測 不斷的在擴廠 所以相對的 因為我們的這些 這些中端客戶 在海外的這些 大客戶 他們的很多的產品 都在這邊量產 那我們 因為 在記憶時間 就提供了 很先進的 正確的 這種測試介面的方案 給他們 所以也協助我們 台灣的這些產業 能夠後面的 很順利的量產 那這個新廠的一個成立 主要是我們也 把整個的一個產能 還有技術 在台灣這邊正中 那我想 整個的一個 尹威 往後 所敗的角色 我想 越來越關鍵 因為很多的這些高端的 不管是5G的 VAI的 這些測試介面 尹威是所在全世界的 一個領先的一個領導者 所以 希望 後面的話 我們介入台灣的這個 整個的一個產業 能夠讓 台灣的整個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 能夠更加的提升 然後 世界 能夠 服務到 我們整個這個 世界的這些 體驗上 謝謝 對於產業的發展 除了土地的取得之外 人才的部分 也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 尤其在南部 可能很多人都說 真的南部的人才 在招募上面 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的話 大概在這一兩年 我們也跟很多的一些大學 成立了一些 合作的一個專案 就是希望在大學 在就學的時候 我們就提供了一些 我們的很多製程相關的 然後他們的有些學稱 希望對一些加工的 或是精密的 這些零件有興趣的 我們在 大概在 他們畢業前一兩年 我們就讓他們 有所認識 那甚至的話 我們也提供一些 能夠學習 或是實習的一些機會 希望能夠在南部這邊 有助於 我們人才的招募 是 謝謝 謝謝 我講 因為在整個半導體的測試 我剛剛先前有提過 其實測試的設備 大家都用的幾乎都是一樣的 可是因為這種邏輯晶片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這個測試界面 那你測試界面 你的性能好不好 或者是有沒有辦法幫助客戶 在生產的時候解決問題 那個才是最關鍵的 因為一個良率差個1% 2% 可能這個客戶 可能就會離開台灣 或者是去國外找更適合的這些經驗 就是封測廠 我覺得 所以這整個一個測試界面的話 我想 是尹威 因為都是這些世界級的客戶 所以 我們在產品開放的初期 就能夠掌握 客戶後面量產的一個需求 所以 我想尹威後面的話 這在整個一個半導體產業鏈的話 是 真的是扮演一個 舉足輕重的一個角色 謝謝你 市長請問一下那個訂單 滿滿有沒有加速 蓋三廠的計畫 我們現在因為很多的 我們現在目前很多的一些重要零件 都還是以外購 可能從日本或是韓國廠商那邊購買為主 那我們這個 不管是二廠 或是 我們現在也其實要規劃三廠 就是加速我們這個整個的一個 技術 尤其關鍵性的零件 因為 全世界能夠生產 這些尖端的 這些精密的零件 真的沒有幾家 都在台灣 在台灣幾乎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人才的培養也要 那其實我們這個開發這個技術已經 大概從十年前 我們就知道 我們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佈局的 所以後面的一個產能的一個擴充 實際上都是很多客戶的期待 因為這樣子能夠幫他們 節省成本 而且在售貨服務上面 交期上面 因為這邊更能夠充分的掌握 是 那你覺得這整年的疫情 對我們的生意 會不會有關係 去年的疫情實際上是對尹惟來講的話 比我們預期是比較堅困一點 可是在我們整個都已經說 我們還是比2019年有所成長 我想這個重要的是我們的一些客戶群 全球客戶群的分布 那還有我們有關測試介面 這些關鍵性的一個產品 零件的一個掌握度 我們的產品線的話 是跟其他的友商比較不一樣的 幾乎所有半導體的測試 今天不管是晶圓測試 封裝碗的測試 甚至連溫控 我們都能夠掌握得到 所以的話在疫情上面的話 對我們的影響的話 是比較輕微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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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